撒姆尔记上 第二章 哈纳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没有人向耶和华那么圣洁 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人的一切行为他都见察 勇士的功都被折断 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 饱足的要劳碌觅食 饥饿的不再饥饿 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 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违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 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承受尊贵的座位 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把全地安放在柱子上面 耶和华必保护前程人的脚步 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 因为人得胜 不是靠着力量 至高者在天上打雷 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 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级 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 后来 以利加拿回拉玛自己的家去 那孩子却留在以利祭司面前 侍奉耶和华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 不尊重耶和华 也不理会当时祭司代人民的规矩 有人献祭 在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里拿着三尺的叉 把叉子插入尖盘里 或顶里 或斧里 或锅里 叉子插上来的 祭司都拿去 所有到世罗来的以色列人 祭司都是这样带他们 还有在焚烧纸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 对献祭的人说 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 因为他不会像你要煮过的肉 但要生的 如果那人对仆人说 必须先把纸油焚烧了 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去拿 他就说 不可以 你现在就要给我 否则我就抢去 这样 那两个年轻人 在耶和华面前 所犯的罪很大 因为他们藐视 献给耶和华的祭物 那时 撒姆尔还是个孩童 竖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在耶和华面前侍奉 撒姆尔的母亲 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 他和丈夫 一同上来献年纪的时候 就带来给他 以利给以利加拿 和他的妻子祝福说 愿耶和华 从这妇人身上 还给你后裔 代替你献给耶和华的孩子 他们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再怀孕 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和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姆尔 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以利已经老了 听见自己的儿子 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又听见他们 与在会幕门口 适应的妇女同情 以利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 我亲自从众民那里 听见了你们的恶行 我儿啊 不要这样 因为我听见的消息 很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子民 违背律法 如果有人得罪人 有官长惩罚他 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 有谁为他求情呢 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 那孩子撒姆尔的身量 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 都不断增长 有一位神人来见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父家在埃及法老家为奴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我不是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选出他们做我的祭司 上我的坛烧香 在我面前穿乙福德吗 我不是把以色列人所献的伙计 都赐给了你的父家吗 你们为什么还以祭献的眼光 轻是我所吩咐要献上的寄生和礼物呢 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用我子民以色列所献一切最好的礼物自肥呢 因此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 你的家和你的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耶和华却说 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了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藐视我的 必受到轻视 日子快到了 我要砍下你和你父亲的绑壁 使你家中 再没有有权势的长者 我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福分 你必像一个对头 以嫉妒的眼光来看 而在你的家中 必永远再没有有权势的长者 我必不从我的祭坛那里灭绝你家的人 免得你的眼睛昏花 心灵忧伤 但所有你家中增添的人 都必像世人一样死去 你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和菲尼哈 所要遭遇的事 是给你的一个证据 他们二人必同日而死 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 他必依照我的心意行事 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稳固的家 他一生必行在我的受高者面前 你家中剩下的人 都要来向他下拜 求一个银币 一块饼 也要说 求你容我参与祭司的职务 使我可以有点饼吃 我可以有点银币